2012年2月27日 我去到北京市松台开拓所 去给赵振甲被教养了 去到开拓所给赵振甲求教养决定处的时候 被北京警察串通咱们当地 把我抓回福顺 然后给我捐贷黑监狱罗财山庄 罗财山庄是进去好几道大铁门 窗户都是楼上也是铁栏杆 是全层闭脸 然后打我三次 连打我三天 27日被连夜 27日给我抓到金钛支架黑监狱 就是北京市松台区金钛支架黑监狱 连夜给我转移到 连夜给我送到 福顺矿业罗财山庄 黑监狱 28日到罗财山庄 连续打我三天 2月28日 5个人打我 都动手了 打的我迈身都是青纸 2月29日 将近10个人吧 9个人到10个人打我 打的我也是迈身都是青一块纸一块 3月1日 你三个人 其中有一人打我 打我三个大耳雷 就是打的我那个耳朵 响好几天 那个嗡嗡响 然后那个 呃 折磨我 虐待我 呃 那个罗财山 呃 14号 15号 16号 还有人喊 就是被打人 被打的人喊 那个 呃 听说打死了一个老太太 呃 还跳楼 呃 还有一个 呃 40多岁的 南地 跳楼死了 也死了 呃 呃 那个 呃 40多岁跳楼 那个 呃 我也是听说的 可能是 应该不是 呃 一区 就罗财山 我关的那是一区 大铁门 呃 那个 大铁门 铁窗 那个 全封闭的是一区 嗯 因为一区 整个让那个啊 楼上 都是铁栏 那个 大铁栏 应该 应该是跳不下去 应该是在 别的区 因为它那个 聊 那叫疗养区 叫 一疗区 二疗区 三疗区 啊 我待那是 一疗区 然后那个 16号 就这些 就是打手们 都是雇的 我叫张杰的 张杰打我 呃 打得也挺狠的 打得也特别狠 打我打的 那个 张杰在2009年 呃 也打我了 就是张头 他是头 他只会人打我 他也动手打了 呃 09年 他还给我送到精神病院 是张杰开社区的 这次张杰打的 我打得挺狠的 呃 那个 二十 呃 三月 16号 就给我转移到 还有一个叫 于老师的 给我们俩转移到 前地儿养老院 在前地儿养老院 给我 每天给我 给我大闲这次 呃 给我大闲那次 也是不让我出 这个屋里门 出入这个门 就打 呃 捏在我 呃 呃 把我 那个 在罗台山 呃 把我的身 呃 当天把我的身份证 四个手机给抢走 呃 到现在 不 呃 药不归还 呃 到哪儿告诺 都不门 那个 我到罗台山 那个 报案 到罗台山 那个管辖内 就是派出所报案 那个派出所说 那个 呃 还让我找信访 就是说 王晓 因为王晓 指使人打的我 还让我找 信访 王晓 呃 那个 那 边这写吧 那 笼 都 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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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